我身高105厘米 倒过来是 501厘米 给你501包蜡条 我怎么变得这么高 现在你有501厘米了 我身高是120厘米 快给我21包蜡条 给你 打脸怎么都说不能用啊 一定是嫉妒我 我偏不 我怎么变得这么矮了 身高倒过来 你就是21厘米 我不要蜡条了 你敢把我变回来 领了蜡条 就别想变回来了 我来领蜡条了 桑雪不能领 你也会变矮的 没事的小北姐姐 给你111包蜡条 你看吧 我还是原来的身高 为什么小雪的身高没变我 因为我的身高是111厘米 倒过来还是111 太不公平了 凭什么只有我变得这么矮 小北姐姐别哭了 我先带你回家吧 好吧 小妹你愿意把身高倒过来吗 我愿意老师 我的身高是195厘米 可给我591包蜡条 撒谎 哪有小孩的身高是195厘米的 不信你了 什么 竟然真是195厘米 老师 你快把蜡条给我吧 奇怪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其实我站在黑暗可可的肩膀上 现在可不要反送依依告诉老师哦 熊妹 你怎么多了一条尾巴 老师 你看错了 我没有尾巴 那我就把这条没人要的尾巴拿走了 不要啊不要啊 那是我的尾巴 可可 你怎么出来了 我把老师把我的尾巴拿走 熊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老师 我想多换你蜡条 熊妹 可可 你们到底有多高 其实我的身高是18厘米 我里都是50厘米 给熊妹一毛蜡条 给可可 59包蜡条 我怎么变得像花生蜜蜜蜜蜜蜜了 我也变得高耳了 熊妹的身高倒过来是1厘米 可可是59厘米 你们当然会变成这样了 好吧 可可 我们走 老师 我没有身高 你可把蜡条都给我 胡说 哪有人没有身高的 那你说 我有多高 让我给你凉一下 隐身魔法 黑眼魔王 你躲起来我怎么凉啊 我不管 你凉不凉 我就是没有身高 好吧好吧 你出来吧 我把蜡条都给你 定格魔法 糟糕 我怎么动不了了 我凉 黑眼魔王原来是129厘米 我要把你变成921厘米 不用啊老师 我再也不吃蜡条了 好吧 这次就放过你了 可是老师 我弟弟他们的身高 怎么才能恢复啊 只要他们以后不吃蜡条 身高就会恢复的 原来这么简单啊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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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